寫珍珠館 禮片啤酒 寫珍珠館 我就問她說她的型號是多少 哈哈我們在幫你找其他的啦 我這台比較問 好啦那我們剛才已經吃完廣島燒 超好吃 整個吃起來的感覺我覺得還蠻有層次的 聽說附近有人家超可愛的馬卡 那我們去看吧走吧 好嘿我們到了這個馬卡龍店了 然後我剛才已經被這個超可愛的馬卡龍吸引 它還有漢堡的形狀欸 然後還有這個 薄荷巧克力 然後還有怪獸餅乾的 然後這個是花生人嗎 好可愛喔 但是我不是要拿一個比較好吃 所以我剛剛拿了菜單 它的招牌口味 有這個Oreo起司奶油餅乾 海鹽焦糖 我覺得紅糖跟起司漢堡 所以這上面是他們的招牌 然後這個是創意口味 我自己是覺得 我剛剛會點一個焦糖花生 因為它長得太可愛了 我們剛剛有一個人撞到鍋裡 我們買五個 那我們去點餐 好不好 選了五個沒錯嗎 那我們盒裝是四個八個十二個 那這樣的話會不會就是一個幫你單盒裝 我到時候也會送給老天室一個盒子 只有盒子 這個其實我之前有自己想要嘗試做過的 就是棉花糖餅乾 加上杏的 改天廚房它有機會的話 是可以做做看的 因為它蠻好吃 就是軟軟QQ 然後又不會太甜 這個要冰嗎 它現在下面有附保冷劑 所以可以維持兩個小時 那回去沒吃完的話 冷藏四天冷凍兩個禮拜 謝謝掰掰 掰掰 超可愛的 超可愛的 因為它是四盒裝的 所以就是它有一個會在上面 選擇你是帝智嗎 他快生氣了 我們到底看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一日行程差不多就到這裡了 那我等一下回去呢 我會吃我的馬卡龍 看看這什麼感想 那就不錯 我們剛剛在上面啊 看到這邊有一個 新出的可口可樂 欸那個新的可樂好像不是每一家店都有 所以現在在這裡找看到底有哪一家店有 我已經好像看到了欸 在這裡也太多了 有點怪氣一寸吧 好啦那緊接著我們要來試吃看看我們買的那個馬卡龍 然後我們都要好不好吃 這個就是那個 OREO卡士達的口味 超可愛 他們盒子很精緻 這些可愛的小東西 哇 第一個是花生人 第二個是白色的 它叫愛麗絲 第三個呢是 怪獸的 餅乾 第四個是 漢堡 起司漢堡口味 這四個馬卡龍 是我那時候在這邊選 我覺得實在是太可愛了 所以我決定回來吃吃看 那我也不知道哪一個比較好吃 所以我們就都試吃看看吧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 這個是我的小助理推薦 他說他上次有吃這個覺得很好吃 今天的行程也是他安排的 我們先來吃吃看這個 這個餡料超厚的馬卡龍 OREO夾心 哇 你看 它馬上化掉 它是很好吃的 因為它裡面很軟 它只有外面的 以及是脆的 然後裡面全部都是鬆軟 它中間還有那個 OREO的那個O 然後白色這邊是RE 所以你吃到中間的時候 會咬到裡面的OREO 我覺得它整體是鬆軟 吃起來是沒有負擔 因為有一些馬卡龍吃起來 厚一點的話 會比較黏牙 可是這個不會 甜而不膩 接下來我要吃哪一個 吃這個 我覺得超可愛的 漢堡的馬卡龍 超可愛的 它真的是 起司漢堡 它聞起來有 中間有一種 它中間是那個夾心餅乾 然後這邊是 小片的起司 然後這邊應該是 用起司做的 Creamroom的感覺 它真的就是漢堡欸 好特別喔 你們看 雖然這是 我咬得很亂 但是 就是我第一次吃它 是鹹的口味的 這個蠻值得吃一下的欸 但是我覺得這吃完可能會有點小飽 就是對當吃飽的人來說 對我剛才吃的那個 黃島燒有點飽 兩點 就是另外一個外 接下來呢 輪到我們的這個 小怪獸巧克力餅乾了 什麼怪獸巧克力餅乾 我被它的外表熟悉 希望它不會讓我失望 什麼嘴對嘴 我跟那個怪獸嘴對嘴 它是不是喜歡我 它鮮掉太多 很難 但好咬欸 我覺得呢 這就是 單純的巧克力餅乾 配那種 奶油的感覺 前面的 藍色的糖衣 也是中藍的 但是就沒有 像我吃前面兩個 這麼的驚豔 感覺喜歡吃這種 巧克力餅乾的 我會喜歡 我自己是會買這種 巧克力餅乾 我這個我也OK 接下來是這個 它叫愛麗絲 然後 它是無彩的 馬卡龍外表 內餡我想起來了 因為它太特別 所以我記起來了 它內餡是紫米 然後麻糬 那我就很好奇 紫米麻糬 吃起來是 什麼樣的味道 等一下 裡面是這樣子 紫米黑行麻糬 很快的麻糬欸 欸我覺得這個口味 一定要試試看 因為它讓我很驚豔欸 因為咬下去的同時 欸我鼻氣欸 咬下去的同時 你可以咬到 就是外面 馬卡龍鬆鬆的 然後跟脆脆的糖衣之外 咬下去 你會咬到它的 Cream還有麻糬 然後你在嘴巴咬的時候 你又可以咬到 一粒一粒的紫米 它這個口味 是會讓我想要一直去買欸 我看一下 第五個 直接被它 外表辱獲的 它是花生人 它是花生人 然後它不明思議 就是花生 焦糖 喔裡面這樣打開欸 原來可以開欸 欸這個口味我可以 這個口味我可以吃掉一盒欸 這個鹹甜超剛好的欸 很完美 因為我自己超愛吃花生的 我是哇 花生 欸 我剛才是說花生嗎 我是花生的愛好 我是那種 會去買真花生 來吃的人 這個完全可以欸 它這邊的鹹 然後中間的甜 但是中間的甜又有花生力 但是咬下去的時候 是完全剛好的狀態 然後它的焦糖也不會讓你覺得就是 甜到喉嚨有點痛 嗯 欸我不能吃到口罩了 你們都太好吃了吧 我要來排名一下 我覺得第一好吃的 這個花生 第二好吃的是 是漢堡 第三好吃的是 一開始的 Oreo 然後再來是 紫米的 麻糬的那個 相較於這四種的話 我覺得小怪獸巧克力 好像就比較還好一點 其他四種我覺得都很 很有特色欸 因為我平常吃的馬卡龍 通常都不是這樣的口味 你們如果有空去逛赤峰街的話 你們可以去吃吃看 這家馬卡龍 但它蠻好找的 而且它蠻貼心的就是 它會試露妝嘛 然後給你一個都有這個盒子 然後它盒子下面呢 其實是保冷在 所以就算你 就是買完然後去逛街的時候 你也不用怕你的馬卡龍會壞掉 因為它下面有保冷兩個小時 反正就是這一次去的地方呢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資訊欄 然後你們有興趣的話 你們可以自己去體驗看看 我們跟它本來要回程的時候 我們在過馬路的時候 我們就看到一個酷東西 然後那個酷東西 就是我最近一直瘋狂看到的廣告 因為就不知道它到底是什麼口味 因為它也沒有打算要說它到底是什麼口味 我們有看到快閃電 就是這個啦 可樂 新出了 新河漫步可樂 不知道 我會知道是什麼 因為它新河漫步 照理來說 欸那個新河漫步可樂到底是什麼口味啊 喔對啊 就是新河漫步可味啊 好 我還聽到它介紹 它說的是什麼 它是用可樂的ZERO去擺 來 慶祝一下 有點難開啊 欸可是它 平身很漂亮欸 喔 喔 不知道是什麼口味啊 我覺得它是家的梅子 林卡的梅子口味 梅子口味的可樂 欸蠻好喝的欸 不得不說 喝起來沒有這麼的有 罪惡感 我還直接噴出來 哇 我現在好飽喔 我剛剛吃完五個馬卡龍都超大的 我看一下我 飽到不行欸 好的 那今天的分享環節差不多告一個段落啦 那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在影片下面留言 按讚 然後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 喔結尾錄了七次 What 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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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